大家好 这几天吃不下饭没胃口 今天来做一种特别开胃的腌萝卜皮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我的腌制方法 先把萝卜洗干净 接下来就是切萝卜皮 切好了萝卜皮 然后开始腌 放盐腌 可以多放点盐 萝卜皮就已经腌好了 腌了一个晚上 现在把那些盐水倒掉 倒进里面的盐水 然后加清水浸泡 把萝卜皮里面的盐水全部浸泡出来 然后洗干净 那边在浸泡萝卜皮的同时 我们这边切好小米辣 生姜 和大蒜 切成小米 这一瓢洗好的萝卜皮 炒到沥干水分 沥干了水分之后 就开始来腌 放到这些辣椒 姜 还有蒜末 倒入香醋 山葱 白糖 就这样腌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腌萝卜皮就做好了 这个就是腌好的萝卜皮 特别的开胃好吃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一会儿就会吃 这一块儿就会吃 好